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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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对于股市以及其他几个risk management的financial planning的感觉 那就更宏观一点了 好 我们看到道琼斯今天的指数是上涨了396.32 听起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振奋 但是呢这个是在昨天跌幅以后的反弹 反弹多少这个当然不是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长期互利一家人寿保险的独特产品 黄总那我认为这种产品是跟股市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不对 对的 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好的 因为这个有点就是我们说不管股市涨跌 它都是保值的嘛 对 保值并且是保证的收入 那在今天还介绍三种年金的退休规划 那这个年金的退休规划的产品跟利息 还有跟股市有的是有关系的 对吧 对的 对的 有些指数型的年金呢 是跟股市直接挂钩的 对的 好的 那基于这个道理呢 我现在做这个股票的市场已经有20年以上 自己投资的这个经验 那我的这个阶段呢 还有过程呢 也经过很多不同的时期 碰到不同的市场 看到自己的回报也有一些做调整 那我现在认为呢 每一个人的股票的市场 趁好take一些profit 把它就是既然有赚钱嘛 那就是涨了 那我们就把它转移到一些risk management 的financial的product里面 来确保我们退休以后啦 或者是生病以后的保障 然后剩下的钱 继续留在股市 任它翻云覆雨 任我股市驰骋 就不怕畏惧就少了 那您觉得我这个心态 也是很多人的心态吗 对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的心态了 但是周润你这个想法的这个策略是很对的啊 不愧你是在这个也在这个股市里这么多年啊 你自己也深入体会 我看你经常也采访很多投资的专家嘛 所以你也很有心得 对的我们有句话呢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投资的世界里面 就是说不怕你拼命的涨 就怕一招往下掉嘛 因为你掉一年呢 你要好涨好几年才能够补得回来嘛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可能都是上了一定年纪 我们叫五六十岁上 退休半退休的这个阶层呢 就更应该注意了啊 就说当这个股市一直涨牛市这么多年了 你听一些profit出来呢 我们说这个先把这个漏洞给堵住啊 退休有两大漏洞 一个呢就是说怕生病啊 生病的这个医疗费用 第二个呢就怕这个长期护理 长期的要照顾 嗯 这个漏洞是很大的 那最近大家做过一个统计嘛 50万到100万之间啊 如果你有长期护理的这个需求的话 因为一家两个老人嘛 那加起来可能50到100万 虽然这个钱也说少不少 说多也不多 但是如果你在退休这个没有做好准备 可以一下子把这笔钱整个掏空 我相信对你的退休生活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嗯 嗯 这倒是的确是的 对对 所以我们教大家的就是说 你只要拿一小部分 拿个十万左右 把它放在一个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就是这种的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里面 那这个保险呢 如果你需要用到长期护理 它就等于一块钱变成了七八块甚至更多 啊就是一个 leverage 就是你放进去十万它可能会变成七十万一百万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 unlimited 没有上限的 就是一直拿有需要就一直拿一直拿 你一年假设说七万块好了 你十年要用的话 两个人一起用 用了十年 你七十万 你还是付着当初的那十万 不用自己掏腰包拿七十万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话 你本来股市全部都要卖掉拿出来的七十万 现在你只拿了十万 剩下的这个钱是不是在里面一直可以滚啊 就跟刚刚你说的这个策略是完全一致的 这样你就更加能够安心的去享受你的晚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很多人以为说啊我反正有老本我不怕 最多呢发生了所以我在掏钱 可是他们没有想过哈 如果你有保险的话 你的那个投资的这个啊 这个长期护理的这个 quality of care 我们用英文讲 就是说你的照顾的这个水准 以及你的生活水准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可以用别人的钱来来请人来照顾 总比自己掏腰包要要心疼嘛 对不对 对呀 对呀对呀 对吧 很多人没有想到过这个 光是想钱去了对吧 但实际上这个quality of care 我们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中风 需要有人来照顾 老人痴呆有人照顾 那你家人自己没有办法千年照顾嘛 那你要请一个专业的人 有有执照有专业的人来照顾你呢 还是你请一个根本就是最便宜的 你又不知道他懂不懂 有没有好好照顾你的人 那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长期护理一定要先做规划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最近我们有两个老先生就是给我们打电话啊 说最近这个周末的这个讲座都要来听 因为他说我其实已经一年前已经听过你的讲座了 那时候我还在犹豫到处shop around 嗯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你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 我要回来再听一遍 嗯 仔细听 我说好好好欢迎 就说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真的很关心 但是苦于找不到好的这个方法啊 那么就可以大家尽量来听尽量来发问啊 对于这个产品我现在经营了四年多了 我也很了解了 也做了很多的客户啊 真的可以让大家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一笔现金你可以慢慢缴 甚至用你的401k的钱 反正我们总会找到方法 让你呢做到最好的一个规划给你 好的那最近一期的上课 来学这种特别的长期护理 并且也加上人寿保险的独特产品的seminar 就是在8月18号本周六下午2点到4点 讲座的地点就在黄总黄小冬 David Huang的在Fremont的办公室 在3100 Maury Avenue Suite 300 Fremont 那希望大家电话预约408-466-0233 408-466-0233可以 所以礼拜六万一您不能来也可以打电话 到这个同样的一个电话号码和黄小冬 以及他的团队来约一个量身定做适合您的规划 我相信大家在行动之前一定有很多的反反复复的一些想法 还有一些问题当然是货币三家不吃亏 但是呢真正要找到一个好的 并且是一定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那提到了长期护理又加上人寿保险的独特产品 刚才您又说老先生 那么这个老先生如果今天也放了10万 那他的杠杆就不见得有70万以上 而是比较会少一点的是不是跟年纪有关吗 跟年纪有关但是我说的这个10万 大概就是差不多六十几岁的人需要花的钱了 而且是两个人了 两个夫妇六十几岁就花了十来万 那么当然这个要见人而已啊 也不见得一定要就是把这个钱全部拿出来 有些人说那我慢慢的缴 分期拿 分期拿 就是他可以每个月缴个几百块 这样慢慢的缴 那么慢慢的缴呢 如果他中间其中有一个人生病了 开始要理赔长期护理了 那后面的钱都还不用缴了 所以这个分开缴也有它的好处啊 各有各的好处就看各个人的 自己的财务的情况怎么样 有些人甚至呢就是像你刚刚前面提的 很多人的钱在401k在这个股市 Metral Fund里面 有些人干脆就把里面的一些基金卖掉 拿了十来万 从那个401k把这个钱转过来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就等于是一键双雕了啊 这个达到两个目的 又可以做了这个叫做最低提款要求 因为他401k本来就要拿钱嘛 他又满足那个要求 第二呢 他又可以做这个长期护理这个计划 还不用一次缴那么多的税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要了解呢 可以那天来听我们的讲座 我们会详细的讲 在8月18号 接近时间不够 对 好那David 除了传统的长期护理保险啊 现在也有很多的万全保 这个是一个人寿保险的policy 那它里面也附有长期护理的这个benefit 那这个跟你们的保单有什么不同呢 对这个是不同的好问题啊 有很多人以为买了这个万全保啊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作为长期护理来用 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万全保里面呢 只是重大疾病的这个提前给付的一个付约 并不是长期护理 你看到它条款 它不提长期护理这个字 为什么不提呢 因为法律这是不对的 它有两个区别 第一个区别呢 就是重大慢性疾病 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每一张保单不一样 但是跟长期护理它的定义呢 不完全是100%一样的 举个例子啊 像中风 在重大慢性疾病呢 就不一定要全部的陪你 它可能陪你很少啊 也可能甚至不陪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长期护理里面呢 只要它满足了两件事 就是就是1,600件事里面两件不能做啊 它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这是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不一样呢 你这个就是这个叫做IUL 这个Index的这个指数的这些 外全保呢 它的钱大概在50个月之内 它就花完了 嗯 就是把你的整个保单的钱花完了 它不可能一直的保下去啊 一般都是四到五年就花完了 所以花完了以后呢 你不但没有这个长期护理 人寿保险也都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以为买了那个就可以用了 那个不是不够的 肯定是不够的 对最好的还是专款专用 比较好 我认为如果你是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 那么最后第三点就是这个万全保呢 你如果五六十岁来买呢 其实加起来两个人买两份的话 还不如来买我一份这种 两个人一张单的这个来得更便宜 嗯 这个还反而更贵 因为年轻人买那个万全保是可以的 但是一旦上了50岁就很贵了 嗯 嗯 好 make sense 谢谢你替我们分析就是这个产品啊 嗯 那如果说两个人买一定要husband and wife 吗 如果是一个家里面的双亲之一和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domestic partner 或者是兄弟姐妹甚至朋友之间可以买吗 对的 你这个问题是在这个加州很特别啊 两个人住在一起对吧 嗯 那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不一定是要夫妻 像你刚刚提的这几个啊 这个兄弟姐妹甚至父子母女 两个朋友如果还是住在一块啊 啊我们在加州叫domestic partner嘛 反正他也不要求你提供什么证据对吧 那你两个人愿意一起保 呃我们都是接受的对 嗯 I see ok 那太好了 这个flexibility实在是很高 那再购买长期护理保险 有身体健康的条件限制吗 比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可以买得到吗 对啊 那当然他是有一定的身体的要求的 你如果已经中了疯再去找他 他肯定不收你的啊 嗯 那么但是你说了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呢 很多人都有嘛 上了一定年纪稍微吃一个药 控制住了这就ok了 嗯 这就可以接受了啊 那具体的情况呢 其实甚至我们有这个红斑性狼仓的 还有肝黏带菌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们也都受保了都有 所以呢具体的情况呢 我们具体分析啊 到时候请大家来了解一下啊 请大家来参加8月18号 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 在黄晓冬先生 David黄先生在Fremont office 来听这场 关于长期护理保险 或者是年金的广告 对感兴趣的朋友来参加 那报名的电话号码是 408-466-0233 找梁小姐 那David我们在进工商资讯之前 再追加一个问题 401k IRA里面的钱 它的确是可以用来缴保费的 那这个tax的consequences又是什么呢 好问题 这个tax呢就是 他不用一次缴一个税 举例说一个人拿10万块钱出来 那么他的税呢是分成20年 每年给他6500块钱的一个1099 就是等于是一个small distribution 就是来用那个6500块 如果你是税率10% 那你只缴650块就可以了 这样分成20年就把你的税缴完了 那么这个也同时满足了你最低的提款要求 嗯OK好非常好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工商资讯的时间了 回来以后呢除了这个长期护理 再加上人寿保险的policy 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三种年金 这其中有一种是现在讲的是热热腾腾非常红火的 那您要知道这个是哪一种吗 然后对自己合适不合适 再买任何产品都要提到suitability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ter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走开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有人寿保险理赔 奴隶有三高也可以让您承保 免费教育讲座时间 8月18号周六下午2至4点 留座请电408-466-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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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梁小姐 老公啊我出车祸了怎么办呀 啊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找重信律师事务所的 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 最后啊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案 好那我马上就来找 翁小姐帮忙吧 重信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415-269-1803 415-269-1803 Benefit Tomorrow 8月26号于Cupertino Community Hall 举办大型社区讲座 主题为专家未能告诉您的事 Part 2 报名电话650-743-9103 743-9103 百分之二十五开户红利 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年度参与率 百分之三十开户红利 百分之一百五十年度参与率 终生领取养老金 究竟哪个产品年收入更高呢 为什么没有红利的年金产品 实际回报率反而会更高呢 明天周五中午万福理财 年金专题解读午餐讲座 由全球百万元桌顶级会员以望瑶 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主讲 欢迎报名88835-0698 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德利昂地产 承邀您参加八月份研讨会 首席执行官Michael Rebka 讲解卖房时如何卖出好价钱 细股最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Tandy Young 为各位提供最新的房市动态 8月23号周四晚六至八点 Sheraheus Goldfield Country Club 2900Santhew Road Menlo Park 预订请致电650-543-8500 或电邮RSVP at dilyyoungbeauty.com 此讲座为英文讲座 专为前载客户准备 解决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王荣梅Rosemary Wang 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公司成立架构 公司及个人所得税 薪资税 遗产赠与税 规划及申报 50EC3免税组织及Private Foundation 设立及报税 可签和401k 退休金计划的审计报告 Roker Dealer及各类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联络电话 4089981688 9981688 王荣梅Rosemary Wang David 你好 欢迎回来 你好 周乐 好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始讨论 关于用保险来规划退休 很多人以为用房地产来规划退休 但是现在新税法让房地产税 以及房贷利息抵税减少了 必然会影响房地产的回报 有一些非常精明的投资人 他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多余的资金产生更好的回报 但又没有股市的风险 这种想法是非常合逻辑的 就苦于找不到合适自己的一些 Financial planner 来给我们设计的product 那我们先请David 来给我们讲三种年金 其中的一种好不好 对其中一种呢 大家整天天天都听到嘛 现在这个报纸也好 你的这个电台还有电视都在讲 百分之三十的红利 对吧 然后一百分之一百五十的low up 然后这个钱怎么样 这个年金是不错的 我们也有在代理这家年金 哪一只投的啊 哈哈哈哈 那么这种这个年金啊就是啊 它的好处就是说 那个红利很吸引人嘛 谁不希望钱一进去就涨百分之三十呢 对吧 那么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这个钱呢 要锁十年的啊 如果你的钱十年之内要用呢 那你最好就要不要投在这个里面啊 那么它这个如果你十年之内拿出来呢 就是不但拿不到那个红利 你还是要被罚款的啊 这是第一个 对 那么没关系 很多人说反正老中都有钱呢 放十年也没关系 我就放在那好了啊 好 那你放在那呢 你将来要拿钱 你必须要拿这个 它的income 就是叫annualize 就是你每年每年慢慢的拿 那这样子呢 你的这个红利啊 还有你的这个 连这个啊 这么多年一起涨的 跟着这个呢 这个150的这个啊 这个啊 增值啊 我们叫啊 这个就会拿到啊 就是慢慢的拿 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要准备呢 这个收入一直拿 那么最好呢 你是够长命的啊 你能够超过八十几岁 那么年金就这样子嘛 就像一个长命的竞赛 你这个活的越长 就赚的越多 对对对 它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 第一你会家族死也是这个 很这个活很久的 然后呢 你的钱也暂时不用 那么放在那 至少十年以后 我就开始拿收入了 那这个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年金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啊 那么你呃 如果说 只是看这个最后 其实年金有一个最重点的地方 就是最后到底能拿到多少 这个才是最关键 嗯 至于你前面拿多少的 bonus给你啊 中间怎么走啊 这个过程 各家有各家的诀窍 对吧 各家有各家要吸你的地方啊 那么最终的结果是 你最后拿到的这个回报 就是你每个月拿到那个收入 这个是不是最高的啊 嗯 这个是我认为哈 如果你是拿收入 那么如果你重点是这里的话呢 那你可以比较另外一家 也是A字头的啊 哦 同样一家吗 不是同样一家 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哦 另外另外一家 对 那么这家呢 它的收入呢 其实每一次跟另外那个 刚刚说的那家比 都是要更高的 哦 虽然它没有这个 所谓这个 这个 多少的这个 bonus啊 什么等等的 但是另外一家 拿到的行李收入是高 因为它的payout rate 嗯 就是你同样的一笔钱 它给你的那个百分比高 嗯 虽然它那个底 可能没有你那个底高 因为你有1%30的 这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 bonus 啊 但是它的payout rate高 那最后你拿到的钱 可能就比较高 现在的payout rate是多少 这个要看每一个年龄 不一样 哦 好明白 一个例子吧 一个例子 好比说60岁的 那么有一家是5%的 有一家是7%的 是吧 嗯 那这样子的话 同样一笔钱 那大家的这个payout rate 就不一样了 那么如果你年纪更大 现在是有百分之十几的payout rate 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的这家 所以呢 到时候呢 其实 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财务理财这个人很重要 就是他要对你的情况 你的真实想法了解以后 在扬生财医帮你设计出哪一种对你是最好的一个年金啊 我认为这个是真正的对你的一个就是负责任的一个设计 而不是说每个人就拿这个牌子站着来来丢给你说 哎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嗯 其实不一定 啊其实不一定 好明白了 所以这个一转进去的rollover的bonus 并不是那么那么的重要 如果rollover高 但是payout rate低的话 也不见得上算 反而变成是一个陷阱 对 对对对 有可能的 ok 然后呢 你说 我说那年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买 比如说几岁啦等等的 有哪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呢 对的 啊 年金其实基本上适合两大类的人 我觉得第一类就是准备退休的 就是大概现在差不多50左右啊 那么呢有一些钱在这个以前的401k啦 然后呢 他但现在还没有退休 那么但是呢 他又觉得股市的风险很高 对吧 所以可以磨一部分的401k的钱 或者是你自己积蓄放到年金里面 时间就是金钱嘛 那你放到里面55 假设说放一几瓶钱进去 10年那你的钱就可以翻一翻了 那就到时候你65岁真正要退休的时候 你可以拿一个高的收入就从里面开始拿 这个好处就是说呢 第一 它规避了你的股市 就是可能会collection的风险 对吧 那一早呢就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现在这几年基本上都保底 加上它有一个固定的利息 百分之五也好 百分之七也好 各种各样的 反正就是会涨嘛 那涨上去 将来你看哪一家 哪一个给我的钱最高的我就去哪一个 就给它拿出来用 那么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人 第二种人呢 就现在已经退休了 就是我已经六十几了 我就现在要开始用钱了 那这些人呢 你就不要再去放在那里面 又给你用十年 你就没有办法马上开始用了 对不对 那这些人呢你可以 你要用多少钱 我们帮你规划 现在可能就开始用 给你一个最高payout rate 你就现在开始用 那没有用的一部分呢 让它在里面 另外再有一些年金可以来滚 不一定全部要砸在 一个年金里面 那么这些 对这些是有 叫做layering 我们叫做 就是要 就像砌砖一样 每一个砖的 用途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全部变成一个 组成一个水泥的一块 十字版本的根本动不了 那就完蛋 那不行啊 对 所以你要把它 把它用layering来做 这样是比较细的功夫的 需要一些真正的规划 那么这样让你的钱 做到它最大的一个效果 就是该花的花 该存的 该做roll up的增值的 去做那一块 这样就最好 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都报名参加8月18号 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 来参加这一场 又有包括长期护理 人寿保险的特别的产品 然后又有包括替您分析 买年金适合什么样的人 买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尤其是针对这个个人来讲 到底适合你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听到这个layering啦等等 都不是一个那么简单 就可以解决自己 所有复杂的需求的问题 所以机会来了 希望大家热烈报名参加 由黄晓冬David黄所主办的 这场座谈会 时间在8月18号 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 欢迎大家 电话预约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 感谢你David 祝你周末 成功 拜拜 好 谢谢 拜拜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精英理财 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寿保险理赔 如你有三高也可以让您成保 免费教育讲座时间 8月18号周六下午2至4点 留作请便408-466-0233 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 挡不住的麻辣诱惑 回味无穷的川菜经典 老赵川菜馆暑期推出 爽口凉菜麻辣双脆 Q感十足的香辣牛蛙 绵绵细致的香辣脑花 格外麻格外辣 去湿健脾好开胃 让您在炎炎夏日美味尽留唇齿尖 老赵川菜 魏雷的艺术大师 做出来的品牌 吃出来的口碑 三家饭店 Mountain View Summertail Mupitas 欢迎订做来店唐食 台北驻旧金山 经济文化办事处处处长 马仲林做客娱乐漫谈 畅谈美中贸易战升温中的台湾处境 除了文化经济交流 商业往来也是马处长重要使命 中文投资网CEO Warren Wang 介绍一只股票 可让您未来20年成为百万富贵 理财专家赵世文介绍一种退休规划 有多倍收入越领越高 请于8月18号周六晚7点半 娱乐漫谈与您分享 25%开户红利 175%年度参与率 30%开户红利 150%年度参与率 终身领取养老金 究竟哪个产品年收入更高呢 为什么没有红利的年金产品 实际回报率反而会更高呢 明天周五中午 万富理财 年金专题解读 午餐讲座 由全球百万元作 顶级会员以望尧 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主讲 欢迎报名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Franklou利用独到的交易技巧 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 销售价再创新高 Cupertino标价180万 成交240万 Sunnyville标价230万 成交290万 同时目前 Franklou积极开发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对接买方与卖方的地产投资交易平台 RERPA Framework 请致电408-313-2688 408-828-0600 邮箱Franklou1268 at gmail.com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造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纪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法拍屋展座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ny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Crescenton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欢迎加入GOOGAM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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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的时间 我是红波 我们有一段时间 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下半场时间 我们还是有幸邀请的了 Tip One Investment负责人 Kanjo Go Kanjo 你好 各位听着你们好 一段时间没有见您了 是啊是啊 气色不错 看来心情也不错 谢谢谢谢 那今天要和观众朋友们 聊一聊哪些内容呢 您简单介绍一下 好没问题 其实呢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自己也不少的客户啊 或者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大家这个相处的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会问一些 就是说最近房地产怎么样啊 好像就是说 因为我虽然没有做房地产啊 我们再强调一点 我们就专心专注做贷款而已 OK 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一样啊 但是呢 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 毕竟会接触到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 所以这中间来讲的一些这个变动呢 一些数据呢 可能稍微就是说 我们会比较了解一些 就是说那 其实房地产呢 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 有很多的地区 有冷窃的这种现象啊 对 这是一个好像就是那个 Laskatology这块这个学期房 好像最近大家吵的说的也很多 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呃 这个整个王期 我们讲啊房地产永远是很地区性的啊 这地区性就是说 我们看到东东岸东岸那边来讲 比较冷窃的 从去年开始有点扩淡的这种这种现象 那最近我们这段时间也看到就是说 全国性能呃 呃开始有减慢 这一方面可能是季节性嘛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快要9月了 打野本身就比较slow一些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 现在这个房地产不再像前一段时间 哇一看都是multi offer 房子一下子就卖掉了 基本上像房子的这个inventory 要放的时间也要比较久 卖的时间也很少再听说有很多的offer 进去呃 这是相对来讲啊 比较少 除非offers 除于那个asking price非常的低 嗯 但这方面也也可能反映出几点啊 可能要不然就是说 之前的这个listing price比较低 所以引来很多的multiable offer 后期进来这个listing卖房子的这个价格呢 普遍来讲都比之前要涨了 嗯 涨了这个之后呢 这个进来这个offer自然会少一些 所以让人家有点错觉 觉得房地产有slow down 实际不是因为价格涨了 所以呢导致这个offer自然少了 并没有这个价格并没有跌啊 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这个这个这个季节性 就是8月相对来讲 都是比较mine 都是比较slow一些 第二呢就是说8月份的新上市的这个房子 这个asking price呢 要么就是说没有卖掉 之前没有卖掉房子 都是价格比较高的 新上市这个价格 也比之前的这个价格 普遍来讲 都涨了10%到20% 就是我们说 以前我们是要看到那个campbell的房子 在我们在这个节目中 以前也讲过campbell 阿罗斯加特上面 南边南湾的这一带比较多 所以我个人这个发展 这个对于这个房地产整体这个看法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这整体的这个重心 是由北往南发展的这个趋势 就是说在以前北边的这个发展来讲 是比较早期发展的比较快 是像Mountain View 我们看Google Facebook发展的比较发迹的比较快 所以导致北边的这个城市 它在某一个阶段来讲 前几年的时候突然间涨得很快 就是因为它累积的到了某个点 我们讲累积的意思就是 当很多的写字楼 同一年盖好的这个时候 隔了那个正面一年 可能这个就到这个 住宅这个价格上涨 因为写字楼盖好的这个 意味着更多的搬家工作 搬家工作大家就会 隔了一年之后就很多人 就想搬当的附近来 在工作的这个地方找房子 那个房价自然上涨 这个是说大概在两三年前的这个时候 Google的这个 这个这个 Main Campus完工的这个之后 Facebook的Main Campus完工的这个之后 之后的隔了一年到两年 房价就大涨了 这个都是一个趋势 我们所看到就是说 每一个地区性写字楼 大批的写字楼盖好了这个之后 隔了第二年或者第三年 那一代房价就开始大涨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因为你要知道 这么多的鞋子都盖好 意味着就更多人进来工作 对不对 有更多人进来工作 他们刚开始 大家可以冷受远一点 就Commel 到第二年就受不了了 就可能搬到那个附近来一起住 所以这个需求 我们看到房地产 这个整体这个趋势 其实有时候 还是属于人为的市场 这是有机可行的 所以我们跟着这个商业的 这个重经济发展的话 我相信这个 这个我们所讲的也是一个投资机会 OK 这投资机会 我们的投资都跟着这个 这个方向走 就不会错到哪一起 从北往南走 这是我个人来讲 我相信 这是未来绝对的这个重心 从现在的这个Google 对对 搬到这个San Jose 那我们从Apple的这个Copitino 它有一个second campus 也搬到这个San Jose 然后我们再加上Hubert Packer 他卖掉他的headquarter 在Palato也搬到San Jose 然后等等的这种气象 都有点像San Jose 这个中心转移 那在我们看San Jose那边 附近有非常多的这个发展 就包括现在的Santana World附近 那么也有大量的Santana West 写字楼的这个发展 我们也看到Google的这个San Jose 大的这个campus 还有Valley Oak 这都是我们讲的 这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office 这个building的这个在盖 或者在Plants中 那意味着是什么呢 是整个重心由北往南走 因为北边是没有任何的空间 可以再发展 在未来这几年很可能没有任何的 是一个写字楼盖 或者有的非常难 这是很零散的这种写字楼盖 没有写字楼 新的写字楼的供应 意味着是什么呢 来这里工作的人是有限的 就这么多了 可能不会再往上增长了 既然不会增长 我认为房价再涨的 这个上涨的这个动力就减少了 这是我到今天为止 我都认为这种观点 房价是跟着这个写字楼 跟着这个就业机会走的 哪里将来会更多的这个写字楼会盖 哪里附近呢 房价就会涨 而且它是有一个积累的时间 您说有两年第二年第三年 一年到两年左右 一年到两年它左右的时间 会大涨 是一个很巧妙 而且很微妙的一种市场规律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 就是我们这个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久的这个 之后就大概可以看得到 这个未来这个规律 所以我一直认为 Campbell跟Los Gatos那一带来讲 又有又这么近未来的 所有的这个新的写字楼的供应 第二呢 就是说交通从北往南走 从那一段深欧塞到南边 到Los Gatos那一带是交通也没什么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 没有什么帮忙时间不帮忙时间 都是都是没什么堵车的 这帮忙时间也不怎么堵 所以相对来讲呢 这个从校区啊 生活环境来讲呢 我认为可能是下一波 比较有可能增长的这个空间 对对对 就我个人认为 那刚才说的校区以后 对就是我们好多人 在选择房子的时候 都是和学区有关 因为现在这个学区的评分 是一波接一波 是是是是 大家也正说分云 那肯定我们都是 尤其一些华人买房子呀 是是是 他大部分想投资这个学区房 那和这个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是呃 当然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 最近发表了一些 关于校区的一些不同的这个 学校的评分呢这些 那当然这中间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其实呃 就是有公立协校选择 或者私立协校啊 就是说那公立协校来讲呢 就是说有些校区 像林博这种校区来讲 基本上都是百分之95啊 将近百分之94啊 百分之95都是都是要压力 压力之中可能 结果都是我相信都是华人 差不多整个林博这个校区哈 所以在这种情况来讲 都是小孩子竞争压力会比较大 呃但是呢 如果你再仔细去看 就是说蓝湾一些其他的这个校区来讲 我觉得也不错的跟大家推荐 我一直跟大家推荐Los Gatos呢 因为我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讲 是比较冷门的这个区 嗯 他发展空间比较大 而且校区我认为 是我个人这个角度认为哈 他基本上就是在我心目中 他是Los Gatos 是整个South Bay Area是最好的协校 原因是在意呢 是说第一 他的校区人少了很多 他一届就大概200多人啊 从high school来讲不多人啊 而且这个这个这家大小那个中协呢 他的好处是评分 我们想大家可能最近也看到哈 他基本上是排的第五名 这个整个少 整个Bay Area里面的成绩是排 呃 最好的成绩是排第五哈 这个ranking是排第五 然后他进UC Berkeley这个比例呢 也是呃 100个人中有24个的比例 进UC Berkeley 那这个是比Ceratoga High 或者是比Montor Vista啊 或者是这些小道来的更高的这些 或者是比Compatino High 这些来的更好 这个从成绩来看 他们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这个城市的这个那个房价 且比这些地区都来的更便宜更低 所以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 而交通其实更便利 这一点是大家都误解了 这个对于Los Gatos这个城市 所以我是相对来讲比较呃 推荐就是说 推荐这个城市 在这个城市 如果就是这个城市 当然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是对华人来讲啊 是说大家觉得都是好像是说 基地这个我们啊 华人吃东西啊 买东西比较少 都是都是讲是主流的这个地方 并不是说有很多像 像Western Jose 都全部家家户户 全部都是华人 因为那里华人很少 华人非常少 对对对对 如果你在在Western Jose住的话 整条街搞不好都是中国人在住 所以呢这个就是 对于对一部分华人来讲 会觉得比较uncomfortable 他希望比较秦基 那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讲 还是保持着一个 颜知颜味的 呃美国以前的小城镇的那种的味道 对对对 尤其但是那个城市非常美 啊是是是 虽然它那个道路啊 比较弯曲 对但是它离山比较近哈 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城市 厂 litля对 Creative 嗯它都没有 不是像我们的其它地方 它立傘是永远保留的 因为山 together SCP 那个密 that in their Island 水器刚好在那边停下来 所以那边的草木会比较利一些 这个是而且还有间工非常好 对环境非常好 而且我也一直有一种想法 将来一旦有季火 我肯定是想那个方向发展 看来我这个目光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tänk 而且那个 Swelop 很大掃的是我认为是弯趋最漂亮的 这些是个人的观点啊 不是这个校园 校园真的就是非常的漂亮的校园 对对对 好的 最近宽赵好像是出了这个房子的话题之外呢 大家谈论最多的可能都是中美贸易战是吧 这个是一个大的话题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呢 我们可能要通过一组经济数据来分析一下 这个中美贸易战背后啊 好多这个通过申请劳动这个失业救济金人数 来分析一下这个美国这个经济市场背后的一些衔机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和看着一起谈一谈中美贸易战 专注才能专业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Pendra郭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就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勘抓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勘抓008 at yahoo.com 台北驻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处处长马仲林 做客娱乐漫谈 畅谈美中贸易战升温中的台湾处境 除了文化经济交流 商业往来也是马处长重要使命 中文投资网CEO Warren Wang 介绍一只股票可让您未来20年成为百万富翁 理财专家赵世文介绍一种退休规划 有多倍收入越领越高 请于8月18号周六晚7点半 娱乐漫谈与您分享 福特中医大学将在8月25号起 举办围棋一周的中医硕士和食疗医学秋季招生 咨询和议诊分别在南湾Cupertino 中半岛Sematel 东湾Hayward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 马仲学教授亲自接待咨询和主持专家议诊 电话及短信650-918-9968 650-918-9968 650-918-9968 好消息 我们最近推出不查收入的贷款 适用于买房贷款和重新贷款 特别是收入低的拿W2的贷款人和自雇职业者 外国投资者也可以贷款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是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到leezhangcorp.com leezhangcorp.com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受保险理赔 如你有三高也可以让您承保 免费教育讲座时间 8月18号周六下午2至4点 留作请电408-466-0233 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 GMCC计划多 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快速closing Jumbo Loan最低20万起 220万买房 只要10% 无贷款保险 超低利率 可用RSU 用Departy Rental 无需两年出租记录 贷款专线 以866GMCC为 GMCC万通贷款 南北加州 共8家分公司 成征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货店由infoatgmccloan.com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 Kendra郭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 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 疑难杂症 Kendra电话 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 Kendra008 at yahoo.com 好的 欢迎回来 Kendra最近呢 咱们的中外 好多人都在谈论 这个热门话题是 中美贸易战 最近几个月来呢 这个贸易战的阴影呢 也是令这个美股市场 间歇性的承压 我这里有一组经济数据 这个美国劳工部宣布呀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事业救济人数减少2000 总数下降至21.2万 四周移动平均的首次申请事业救济人数减少1000 降至21.55万 您看从这个申请事业救济人数下降的人数来分析呢 美元的强劲石头已经凸显了 那么您是怎样看待这组经济数据背后的玄机呢 OK好 因为美国最近这段时间来讲呢 有几个大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数据 一方面是国内这个数据 美国美国的这个经济现在这个强势呢 就是说是我相信其他的国家 基本上在全球来讲 其实没什么其他国家可以比得上 哪怕就说数据 中国的数据可能比美国更好 但实际上中国所出现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难题问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远远要超过美国 所以数据上并不代表一切 美国数据没有中国这么好 但是大家都知道 美国现在经济的这个强势 就是代表全球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你要知道美国的这个经济 除了这个GDP的成长之外 再加上美元的增值这一部分加在一起 那就很厉害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美元现在是历史上 接近是最繁荣的这个时期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从首次领起失业纪入金 已经创了1974年以来的最低的这个纪录 实际上这个纪录是比1970年代的时候来的更低 低的原因是说 人口基数这40年以来已经涨了很多了 那个现在人数还是这么少 所以相对来讲 美国的这个经济 现在是基本上就是在历史上是最强势 甚至我比90年代 另外一个强势的美国的时候 那是在克林顿的这个年代来讲 还来的更强势 最繁荣的小孩 所以在最强势的这个时候 跟中国之间所产生的这个贸易战 它当然我认为 从现在这个市场 我个人觉得 是基本上已经胜负已分了 就从中国的股市的表现 从人民币的这个贬值 从这个各方面来讲 可以看得到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谁会赢 我们都不知道 股市是告诉我们的 谁赢谁输 这个从这一点就很容易看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中国来讲 或者是包括香港的一些股票上市来讲 从他们的股票这个反应 大体猜测得到 就是说中国所受到这个打击 或者冲击 要远远要超过美国 那美国的股市在过境上 虽然有低落有回落 但基本上还是保持像 NASDAQ还创了历史的高峰 很多这个股票 不单止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像APPLE 不单止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还创了这个新的这个 第一个Train的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公司的市值 所以我们从美国的这个经济来看 经济面还是非常强势的 但是这个强势呢 也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美元会变得越来越强势 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 中国 就是人民币贬值 那可能能 也可能是中国税用 人民币贬值这个方式 来抵消掉 这个加税的这个影响 这个跟墨西哥的 这个货币也是一样 墨西哥跟那个美国 要重新签这个NAFTA 要加税的这个时候 墨西哥货币也贬值 因为贬值 你加10% 它贬值10% 会抵消掉 它等于是没有加过这个税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 它这个加税的 某一定的冲击 可以通过贬值的这种效果 互相去抵消掉 但是说 所以我们讲 美国为什么后期要加码 原来对那个2000亿 原来加10% 现在不能 因为它看到你贬值也10% 等于没有加税 这个效果就没什么用了 所以它就再多加一个25% 只让你不能用贬值这个方式 来去抵消掉这个加税 所带来这个冲击 它要让你感觉到痛 你才肯坐下来谈判 所以说这个贸易战 这个有影响 但贸易战会有影响是什么 影响主要是对进口的产品 必然这个价格会上涨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贸易战加关税 加关税等于货品 除非是进口商 另一期自己去承担 这个额外的费用 额外的这个成本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转移这个成本 转移给 这个消费者的话 那必然会造成通货膨胀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造成通货膨胀 税务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大 我们为什么 我们讲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很简单 如果从中国进来的钢琴 电子琴 如果是小型的电子 小小的那种toy那种 在美国零售价是30块钱的话 进口价是10块钱 那如果中国这个关税加一个25% 其实加过2块5 这都对12块5 那12块5反映在30 12块5反映在10块钱就涨了25% 但反映在30块来讲 它只涨了10%不到 这个就是涨了 不止没有10%吧 可能这是7%8% 那搞不好就是说 这个价格还是会涨的 别误解 这价格还是会涨的 所以最终就是说 看最终的零售价最终 因为2% 三十分之二的成本 是美国本土的零售 跟运输物流等等 所造成的这个成本 进口的成本只占三分之一 所以三分之一涨的税增加 并没有反映出零售价最终也是涨这么多 但是最终还是会涨 会受影响 但是2000亿其实2000来亿2500亿 之前的500亿再加后期的2000亿2500亿 在美国总的进口数字来讲还是比较少 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 所以我个人对美国的物价 整体的物价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 我认为反而导致是说 就是说一些美国因为这种来讲 就是说 所以我们说看到今天美国的 不管是公债利息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价格来讲 并没有 而且还有一点我忘记讲了 就是说美元相对来讲比以前涨增值的这个时候 等于它这个价格也更便宜了嘛 它也可以抵消掉进口的这个物价上涨的这个动力 就是美元变得更强势了一些 所以用更低的这个价格买进这些产品 抵消掉这个关税所造成的物价上涨的这种压力 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国中美贸易战 不会带来美国太大的利息上涨压力 对好像您曾经说过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中美贸易战之所以爆发呢 是因为对美国本身的经济没有太大利益的冲突 如果是有太大利益冲突的时候 肯定还不会拿起来 是是是是是 这一点我们一直要要强调就是说 这个那这一次前两个月有机会回国内 受到当地政府这个邀请去做了一些讲课 其实我们也要强调一点 就是美国在这一次呢 就是说冲击歧视并没有大家想象的来得这么大呢 就是因为主要原因就是说 因为中国是很多进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来讲 它有可取代性 你你涨了这个税涨了这个价格 涨了这个人家不买的中国的生产产品 你还可以买马来西亚的 或者是印度的 或者是越南生产的东西 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它有可取代的 但中国从美国进口呢 它有太大的不可取代性 刚期的 对对它如果它刚期它不买 毕竟我们就像最简单农产品来讲 不买美国农产品 那它可以其他国家买的 这个导致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农产品 就是价格大涨 中国要付出也更高的这个代价搞不好 所以呢对来对中国来讲 这个打击对美国来讲 它会有影响 但是影响没有大家 对中国的所受到的打击其实是更大的 因为美国的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 很多是有不可取代性的 你高科技产品你不可能取代 对不对 那你农产品你也不能完全取代 你不取代你要付出同样 甚至更高的代价 在其他地方进口 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 这个损失其实是更大的 所以就是美国看穿的这个呢 所以它才敢加这个价格 所以我个人认为 对中美贸易战 对美国的经济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也解释了 为什么联储及加息的这个步伐 并没有因为贸易战 或其他的因素去减慢 他甚至在上去宣布了这个 讲的比市场上 讲的还更加鹰派 他说件事告诉这个市场 我们还有两次机会 今年9月份回加息 还有12月份回加息 那9月份加息 现在机会率非常的高 现在是超过百分之60几以上 我们要知道 当年市场上预期是 超过百分之50以上的 这个加息的机会率 就是百分之100的加息 从过往这么久以来 联储及这个市场预期 联储及加息的可能性 如果超过百分之50 在过往这么久以来 都是之后都是加息 要么减息 超过50%的机会率减息 联储及息是百分之100加息 从来没有变过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是看到机会率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市场的 怎么讲机会率是说 就10个分析师里面 假设有7个分析师 认为加息3个 那就是70%的机会率 对不对 任何超过百分之50以上的 这个机会率以上 我们认为这是百分之100 联储及会去做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 现在12月份加息的 这个机会率超过百分之40 随着时间慢慢的演化 如果超过百分之50 也是等于百分之100的加息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 浮裂的联储及继续加息的 这种步伐的这种结薪 我们所看到之后加两次 明年联储及讲的是加 也是加两次 他讲的是三次 市场上认为可能两次 我认为两次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现在 整体这个市场加息 我们要心里准备 就是说从今年的年底 还有两次 明年的年初上半年 还要再加两次 到明年的这个加完之后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可能会停顿一段时间 对 暂时暂停一下 所以我们所看到现在那个公债的这个利息来讲 五年固定 七年固定这个利息呢 越来越向这个30年方向走 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 五年固定的program 或七年固定的这个program 可以大家介绍一下 好像您一直是推崇这个五年 七年还30年都是可以 因为在这种大的经济环境下 像这个不断 美联储不但加息的情况下 对这个房屋贷款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是是是 那我们现在讲一讲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几个program 跟大家介绍一下 30年固定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现在利息可能在上大涨的空间 可能不太存在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标印了 联储及这一段时间的加息的所有的这个因素 所以30年固定呢 30年固定的这个利息呢 比较节定于全球的市场 短期利息是节定于美国国内这个市场 比较啊 就是说 所以是国际市场的这个整体的经济 还不算太好 但是呢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是什么呢 假设你今天有这个房子 我认为这个利息大涨的空间 在未来啊 可能不太存在 所以呢 如果不是必要 我真的认为 呃 7年固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 OK 7年固定呢 我们有个jumbo ron 7年固定呢 利息是在3.75左右的这个利息 3.75到3.875 嗯 jumbo ron 我认为是一个 如果是cash out 大概是4.0啊 就有些部分的这个利息 可能在3.875到4.0之间 这个range 但是呢 绝大多数这个利息在3.75 我们应该这样解释 因为因为贷款利息 你要知道就是说 它有 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扩了以后是3.75这个利息 不是每一个人都拿到3.75 因为这个贷款 你贷款金额 你的这个file score 还有是否决定cash out condo single family house 都可能影响到你的房贷这个利息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所要解释的就是说 7年固定是我认为 比较值得跟大家推荐 因为你过了7年之后 再做一个refin 再做一个7年 那个时候的7年固定 可能比现在的7年固定来得更高 但是不一定会比今天的30年固定 来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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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更高多少 搞不好还差不多 那我们现在30年固定大概是4.375到10.5 左右这个range里面 OK 那有些说45万3有可能赚4.25 基本上这个利息在4.375左右 这个利息比较多一些 那我们所看到这个7年固定跟那个30年固定 一个0.5的这个息差 这是一点啊 所以我认为7年固定在今天来讲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OK 这是指jumble long OK 如果是45万3或者67万9以下的话呢 那我还是推荐30年固定 这是或者是cash out 67万9稍微多一点的 导不如做jumble long 做一个cash out7年固定 那我们也可以做到 大概是3.875到4.0之间 OK 那我们加到这个67万9以上 68万呢 这样子 这是一个 这是其中一个现象 对 那早一段时间我们所讲的 就是说五年固定投资房子 我们有一个好的program 五年投资房子的利息 大概是4.5到4.65之间 OK 这是一个五年固定投资房子 我认为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不查收入 7年固定 假设self and pride的话呢 最好的这个利息是4.75 那4.75可能有个0.5的point cost 大体上是这样子 但是一个7年固定 4.75不查收入 self and pride 和7年这个固定 7年固定 还有5年不查收入 这两种选择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一直您推荐给大家 5年不查收入 5年是查收入 但是是可以做investment property 对对对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电话咨询宽账 他的电话是408-218-9760 他的email是 看着008 at yahoo.com 如果有什么问题 您尽管直接拨他的电话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算 或者他老师 请不吝点赞 蛋糕 你说 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